欢迎您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新的是 本土新增28489例 是近两个月以来的新低 而另外专家也预估到了7月10号 可能就会跌到万例以下 死亡的个案91例 也是6月以来首度跌破百例 但当中有一名30多岁 30岁的女性 她还是在确诊三天就不幸病逝 上周境外移入基因定序 结果出炉 BA.4BA.5新增了61例 超过了入境定序半数以上 成为重大隐忧 不过整体的疫情 看起来确实在下降 指中心首度证实 专家会议已经在讨论 要把新冠肺炎降级 变成第四类法定传染病 只要配套措施完备 就会公布 本土疫情持续缓慢下降 指挥中心27号宣布 本土新增28489例 是近两个月来单日新低 重重症205例 死亡人数91人 死亡个案当中 最年轻的是一位三十多岁女性 打一剂疫苗 有神经系统疾病 六月二十号发烧咳嗽 到医院PCR阳性确诊 才三天在二十三号 就因为心肺衰竭 以及新冠确诊而死亡 病程进展迅速 除此之外 上周境外移入完成定序 新增了8例BA.4和53例BA.5 总共61例 占整体境外移入定序 120例的半数以上 他除了传染力强以外 他会有所谓的免疫逃脱的现象 国外的经验就是说 医师审正男表示 全台最新的RT值估计是0.84 七月十号有机会出现 第一个跌破万例 最后一个跌破万例 将会发生在七月十八号 虽然确诊数字在下降 但市长柯文哲认为 不要高兴的太早 确诊人数在下降 但你看每天死亡人数 还是相当高 其实我非常清楚 这是黑数 有相当大的黑数 跟其他国家相比 我目前的死亡 病例并没有说 有特别的高出 很离谱的一个现象 多位专家建议 新冠肺炎如果降到第四类 法定传染病 有助于减少死亡 指挥中心也首度证实 目前专家会议正在讨论 只要配套措施完整建立 降级会是未来实施的方向 新冠疫苗的最后一块拼图到齐 指挥中心在下午宣布 专家会议通过 六个月到五岁大的婴幼儿 新冠疫苗已经核准 莫德纳两剂间隔四到八周 最快七月份可以施打 另外五到十一岁的儿童 也同意要加打第三剂疫苗 而成人的第四剂疫苗 将会来扩大施打 包括几组人员 社福照护人员等等 都可以打第四剂 为了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率先在六月二十一号 通过六个月大到五岁的幼儿 可接种莫德纳疫苗 国内也在二十七号 经过ACIP专家会议审核 授权紧急使用婴幼儿疫苗 最快七月幼儿 也可以打到莫德纳疫苗 ACIP专家建议幼儿可接种两剂 基础剂间隔四到八周以上 根据莫德纳提供的资料显示 四岁以上会有注射部位疼痛 发红 肿胀 疲倦 发烧 头痛等副作用 三岁以下的幼儿则是会有烦躁 哭泣 注射部位疼痛 食欲不振等状况 但是整体而言可以产生 百分之五十一的保护效益 另外幼儿的BNT疫苗 指挥中心表示 目前还在送省的阶段 昏日日前发布幼儿疫苗 施打追加剂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 共一千六百七十八名 五岁以下幼儿当中 只有十位发生感染 预防新冠的效益 达百分之八十点三 另外五到十一岁儿童 第二剂BNT疫苗已经开打 专家欢迎也已通过开放施打第三剂 莫德纳只要打两剂就好了 BNT要打三剂 一再扩大施打对象 都是要避免民众染疫 因为根据英国研究显示 有百分之五的确诊儿童 也出现长新冠症候群 国内儿童长新冠求诊也不少 其中零到五岁有两位 六到十岁有七位 十一岁到十五岁五位 十六到二十岁则是二十四位 总共收案三十八人 而儿童最常见的长新冠症状 则是神经系统 以及心脏肺脏后遗症 专家建议最好是 不要得到新冠肺炎 所以有疫苗就赶快去打 才能省去之后的麻烦 本土疫情稍微下降 但流感开始伺机而动 前疾管局长苏伊仁警告 无论是夏天或是冬天 今年一定会出现 新冠和流感一起来的双重考验 这是过去没有遇到过的 那么事实上 目前大陆的广东和福建 就正在流感大流行 专家担心的是 流感一旦进来双重夹击 病人如果说得了新冠病毒 也得了流感 这恐怕死亡率会狂飙两倍 本土疫情下降 但仍然有万分之一死亡率的流感 已经伺机而动 前疾管局长苏伊仁警告 无论夏季或冬季 今年都会出现 新冠跟流感一起来的双重考验 这是过去没有遇过的 新冠肺炎如果跟流感同时流行 一般都会增加死亡率 去年打过了流感疫苗 通常经过五个月以后 抗体就会完全消失 所以警民众一定要打新的流感疫苗 根据外电报道 福建广东流感大流行 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表示 台湾从去年二月到现在 没有任何一例流感重症 加上台湾仍然有三加四 检疫规定 口罩政策也没有松绑 流感的病例是有可能 藉由境外入境的人 到国内交流 那造成传播 我们已经连续两年都没有流感 在社区流行 但是当社区没有流感病毒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感染 口豆病毒以及BA.4 BA.5 亚变种病毒都已经扣关 近在对岸的流感 怎么可能进不了国门 这个逻辑让专家听不下去 英国研究 流感跟新冠同时感染 重症比率会增加四倍 死亡比率会增加两倍 万一流感在夏季秋季进入台湾 流感疫苗又来不及衔接 死亡率恐怕会大幅提升 记者诚实恋王一众 台北报道 猴豆的传染力虽强 但是您的体内有可能已经有抗体 看看您的手臂上 如果有两个疤痕 那么有一个就是卡戒苗 另外一个是牛痘 中心点凸起来的是卡戒苗 而这个凹下去 有放射新芒状线条的 就是打过牛痘疫苗的这个疤痕 这个牛痘疫苗 即便是已经打了四五十年 还是会有部分的保护力 但是如果是1979年以后出生的民众 恐怕就没有打过牛痘疫苗 目前国内还没有买到第三代疫苗 而且也没有买到抗病毒药物 更麻烦的是如果猴豆 一旦让小朋友得到 病况会比成人来得更加严重 要提醒您的孩子 戴好口罩请洗手 而且不要和别人共用毛巾和拖鞋 猴豆病毒在世界快速流行 透过飞沫或是接触就可以传染 但是不用怕低头看看自己手臂上 或是大腿上有没有一个凹陷 甚至还有一点呈现放射状的疫苗疤痕 如果有的话表示你已经接种过牛痘疫苗 是可以抵挡猴豆病毒 但是1979年后就不再施打 有打过的已经将近50年 保护力还够力吗 原来还有保护力 但是1979年后的民众都没有打过 国内人库存第一代牛痘疫苗 一旦猴豆进入社区 是否能提供民众施打 指挥中心拒绝这个要求 而医师分析第一代存放的牛痘疫苗 因为是活病毒副作用比较大 并不适合给免疫力低下者使用 但是第三代天花疫苗核实抵台 指挥中心表示目前正在进行采购 年底前一定要到货 但是目前除了成人案例 法国也出现首例儿童确诊猴豆 指挥中心不会言小朋友 目前没有疫苗可施打状况 是比较麻烦 其实国际上有四款猴豆的抗病毒 但台湾目前尚未引进任何一款 在第三代疫苗和抗病毒药都还没到货前 民众只能自我应变 专家已提醒若猴豆进入社区 小心不要和他人共用私人物品 像是共用拖鞋毛巾等 另外回家后身上的衣服 尽量用高温烘过 才能有效达到杀菌效果 降低猴豆感染风险 记者综合报道 5号高平地区发布大雷雨特曝 这场雨下得惊人 屏东市区狂风暴雨横扫 宛如是台风来袭 风雨大到 机车根本骑不动 连路数都倒塌 砸到车辆 让不少人都被惊呆 这画面简直让人惊呆 雨是太惊人 这辆摩托车直接停在路边 屏东市区被狂风暴雨横扫 风雨大到 机车骑都骑不动 小货车也减速停在路中间 外送员吓坏了 赶快躲到路边 屏东市从有街道路 积水至少半小时 大马路大雨狂下 视线超模糊 一度交通大打劫 突如其来的暴雨 让民众傻眼 本来是晴天忽然间 哇 这个乌云密布 然后打雷下大雨 好像要下冰雹一样 狂风怒吼这样 很恐怖 真的吓死人 大雨伴随大风 仿佛台风来袭 这个棚架直接歪倒一边 好几个人拉都拉不住 甚至路数也倒了 直接砸到车 而不止大雨 甚至夹带冰雹 还有大王野子树倒塌 压到电线附近住户 大停电 这场雨大约三点半 开始下 短短半小时 累积三十二毫米 发布大雷雨特曝 但还是让民众措手不及 一连几天高温特曝 高频地区原本大太阳 好天气 一场午后雷震雨 狂风暴雨 犹如台风过境 让人心有余悸 杰张春华评论报道 台电宣布 电价平均调涨 百分之八点四 让人担忧 恐怕带动一波万物起降 传出北捷就已经大喊吃不消 因为捷运票价 已经二十六年没有涨价了 这回他们酝酿要跟着台电涨电费 一起来涨票价 那么以通勤族往返为例 如果是从新北市板桥 搭到台北市的内湖 本来的票价是五十块 涨八%就是五十四元 算一算一年下来 可能多付到两千块左右的通勤费用 台电喊出要涨电费 二十六年没调高票价的台北捷运 酝酿要涨价 台电涨价幅度在百分之八点四 若北捷反应成本 对民众来说 假设从板桥每天搭捷运通勤内湖上下班 现行票价五十元一个月就花两千元 一年要两万四千元 若北捷票价只要调涨百分之八 换算一年要两万五千九百二十元 等于每年要多付将近一千九百二十元通勤费 我觉得压力非常大 核电也是应该要备用吧 因为绿能我觉得好像现在效果不太大 民嘴炮轰 蔡政府享用天然气取代核电 偏颇的能源政策才让电费疯狂上涨 非核家原神主牌 让民进党口袋选票满满 但如今电费狂涨 恐怕带动物价起涨 百姓的口袋将被掏光 这有张正面的一璇台北报道 抗疫自救 我要活下去 在确诊之后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 可能留下长新冠后遗症 很多人最怕的就是出现脑雾的症状 包括像是可能会记忆力衰退 昏昏沉沉等等 不过营养师说喝咖啡和喝茶 其实可以有效地缓解脑雾现象 到底什么原理 我们带你一块来看 五分之一的确诊者会有后遗症 而这类伤新冠中一半的人会有脑雾 也就是康复后记忆力衰退 始终昏昏沉沉 但喝咖啡和茶 可以有效缓解脑雾 营养师说咖啡和茶含有咖啡因 能刺激脑部中枢神经提振精神 茶里面的茶氨酸能镇定抗焦虑 让逻辑更清晰 但医师提醒咖啡因的摄取 一天不要超过300毫克 Omcron比想象中顽强 不只有长新冠 有医师现身说法 确诊后喉咙超级干 一天狂喝五六公升的水 也没改善 喝了水可能稍微改善一点点 过没有几分钟 你还是会觉得很干 我自己亲身体验过之后 我才想说我觉得 其实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流感 新冠肺炎的症状 其实持续比较久 痛苦度其实我觉得 比一般的流感多 至少两三倍以上 狂喝水若解决不了 确诊后的喉咙干涩 医师建议这招或许有用 蜂蜜里面本身 含有一些维生素 这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能量之外 可以稍微有润喉的效果 蜂蜜水的话 我大概喝了两到三天左右 但一次的量的话 我大概就是挖一个汤匙左右 大概15公克 加一点柠檬水 风胶这种也可以保护喉咙 那这种喷一喷的话 大概不错 另外就是你可能嚼口香糖 拖液多一点 染疫的症状和后遗症 比流感恐怖千万倍 严格防疫才是避免后遗症的 根本知道 记者于新闻佩节 台北采访报道 目前每天大约还有两三万人确减 而中重症的数字也居高不下 不过传著民党已经决定 要提名陈时中参选台北市长 主持中心也立刻宣布 以后陈时中没有重大政策 要宣布的时候 未必会参加防疫记者会 让网友听到 气炸炮轰式落跑指挥官 而蓝营也提报说 陈时中早就已经无薪防疫 就连买猴豆疫苗都慢半排 民进党传出将确定由陈时中 选台北市长 指挥中心立刻通知 从今以后防疫记者会 指挥官未必要出席 当天这记者会 陈时中马上不见人影 但每日确诊两三万例 重症死亡人数居高不下 网友炸锅呛爆 陈时中根本是落跑指挥官 没事天天开 有事躲起来 还有人虽然不固定主持记者会 但你固定跑他喝酒 别沾着猫坑 要选就辞一辞 没想到台湾的防疫指挥官 是可以选择爽不爽 再出席的 他要参选 就赶快辞职下来参选 不能够心援一马 三仙二仪脚踏两条船 陈部长要即刻的做一个决定 要参选就好好去选举 蓝军炮轰卫福部 省出两百万计黑心快筛 没人道歉 没人下台 明星演八点档拼收视率 你指挥官 难道靠两点档拼选举 南军提报陈时中遭就无新防疫 五月中世界各国出现猴豆案例 疯抢疫苗 但陈时中边转头 边看看隔壁的庄人 想跟记者这么说 猴豆疫苗现在没有计划要抢 现在没有计划要抢 五月二十三号还说不用买 直到六月二十六号 指挥中心改口说争取年底到货 恐怕等到疫苗到了猴豆 遭就进入社区 从疫苗之乱到快筛之乱 陈时中捧着这样的政绩 拼选举不知民众买不买单 记者黄义俊 陈一荣 台北报道 猴豆已经入侵台湾 专家揭露 其实猴豆最早会从口腔 开始出诊发病 接着往脸上手脚还有全身 最后恐怕会留下疤痕导致破相 网友看了帕报纸说 这个病毒要共存 我不同意 而且猴豆的致死率 是新冠病毒的百倍到千倍 而且会透过医务或是接触而传染 医师就提醒您了 这传统的杀菌洗衣经 对猴豆病毒来说恐怕没效 超可怕猴豆入侵台湾 搞得民众超心慌 专家说其实猴豆爆发最早竟然先从口腔发病 接着才蔓延到脸部 然后手脚四肢 最后扩散全身 当皮肤有伤口更要注意 原来破皮的地方 受伤有伤口的地方 家里有宠物它有猴豆了 它又咬到你手上 你手这边开始就有水泡 然后笼包 研究发现猴豆致死率是每一百人 至少有一到十人死亡 对比新冠病毒 每万人中有1.6人的死亡率 要高出好多倍 专家警告别小看猴豆 一定发烧就有传染力 让一般人可能误以为自己是感冒 染上猴豆根本不知道 看到政府要百姓与病毒共存 面对猴豆网友大崩溃狂喊 怕爆就真的不能共存 还有人说已经很丑了 还雪上加霜 猴豆会透过医物或皮肤接触传染 有专家说洗衣服时 传统分类杀菌和除满洗衣精 对杀猴豆病毒通通没效 像消灭病毒最好的法宝 是洗衣时加入漂白水 稀释一百倍 新冠病毒还没走 接着又有猴豆强袭全球 想要好好活下去 自我预防保护千万不能轻忽 记得张专门离选台北报道 电价确定调涨 夏季电价本来就已经贵桑桑 吹冷气又怕耗电到底该怎么办 日本现在流行的是 在冷气的室外机上面 要摆个遮阳板来阻隔阳光直射 据说可以轻松省下20%的电费 而如果家里面没有遮阳板 也可以拿水桶加湿毛巾铺在室外机上 也能够无痛省下20%的电费 冷气室外机放上遮阳板 简单一个小动作 竟然就能够省电 原理曝光 因为阻隔了阳光直射 室外机不用耗费多余电力散热 自然 超级省 大概可以节省10%到20%的冷气的电费 以一般家庭夏季每月平均电价 1060亿元计算 省电量成相当于212元 不无小不 降温减轻室外机运转负担 也能提高空调制冷效率 不过遮阳板真这么省吗 我们实测原本在阳光下曝晒的室外机 温度高达41.4度 放上遮阳板过了10分钟后 我们再量 温度竟掉到了35.6度 短短10分钟 室外机就降温了5.8度 不过在使用上 冷气师傅也提醒得注意一个地方 后面的部分可能就是不要给它切到平 可能是要做有个间隔 让它这个散热的空气可以从这边进去 尽量就裁成跟机器本身大小一样 没有遮阳板平凡的水桶 也能帮冷气省电 有网友分享 只要把水桶装水 并把大湿的毛巾一头放在室外机上 另一头放在水桶里 竟也能积省百分之二十电费 透过这个红溪的原理 保持湿润 也可以有效地去降低室外机的这个温度 不过专家也提醒毛巾法 效果恐怕没有遮阳板显著 而且室外机震动水桶有掉落风险 低楼层民众才建议使用 开冷气搭配居家效物 再也不怕电费涨 人人都能当省长 记得张宥辞 红玉兰台北参访报道 只要持之以恒储蓄 一定可以存到钱 有网友就分享了 他每天存五个五十块钱的硬币 结果四年下来 竟然存了三十五点四万 杀猪工的这一刻 地板上铺着满满的金币 真的是闪闪发亮 好像金色的地毯 有人则是专门存纸钞 比方说像是百元钞 或是五百块千元钞等等 这三年下来也存了二十一万元 不过理财专家要告诉您 把钱存在铺满里 是为了杀猪工的小确幸 但从理财的角度来看 这样做因为铺满的利率是零 加上又有通膨的问题 这钱恐怕会被通膨给吃掉 北美的小猪铺满 土腹到处满满零钱 清脆的声响 光用听的就超疗愈 硬币闪闪发亮 仿佛是一条金色地毯 不少人习惯把钱投进铺满 等小猪装满再大开杀戒 有网友分享 一天存五个五十元硬币 四年下来存了三十五点四万 不过也有人选择只存钞票 地上堆满了钞票山 这些全是从这一大一小的 猪工铺满内拿出来的 另一名网友说 他专门存一百元五百元和千元钞 三年下来竟然也存了二十一万 存并存会前身浅 可是存自己的铺满不会前身浅 那真的要很有纪律 不然的话他就是有存没存 然后缺钱就拿出来用 多数民众认为 前存铺满是为了享受 打开瞬间的惊喜感 但想理财恐怕较不适合 实际换算 使用猪工铺满 假使四年存三十六万 对比同样金额存在银行定存 以年利率百分之一点一来看 还能多领到三千九百六十块钱利息 放在铺满利率是多少 绝对是领 如果再搭配所谓的通膨率 那可能是倒退 可能是被吃掉 不少人把前存铺满 是为了享有杀猪工的小确幸 但专家指出毕竟物价年年涨 前存猪工不止不能钱滚钱 最重要的还是无法对抗通膨 记者陈广瑞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天气越来越热 您喜欢吃冰消暑吗 小心踩到热量地雷 冰棒双麒麟一支一百五十大卡 刺冰这一碗是两百大卡 就等于一碗饭的热量 如果喜欢吃雪花冰的人 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一碗雪花冰竟然要六百大卡 相当于是三碗白饭 或是两只炸鸡腿 淡黄色雪花翩翩飞舞 铺上满满爱闻芒果 芒果雪花冰大口咬下超消暑 或是点碗刹冰 上头摆满各式水果 好吃又退火 其他还有七彩水果冰棒 或是浓郁霜麒麟 都是对抗炎炎夏日消暑伐暴 但其实热量超惊人 有营养师金爆冰品热量 冰棒和霜麒麟 一支大约一百五十大卡 刹冰两百卡 雪花冰最惊人高达六百卡 吃一碗相当于三碗白饭 或是两只炸鸡腿 热量高到让其他冰品 连扯尾灯都看不到 一大碗雪花冰满满配料 例如炼乳 水果 布丁 冰淇淋 热量本来就不低 光是冰砖做成的冰体 就高达四百卡 每吃进一公克就是一大卡 每一口都是满满的卡洛里 蜜红豆 它本身就加糖去煮 所以其实这里面的糖量 非常的高 营养师建议新鲜水果 爱玉仙草 热量第一次最佳选择 也要请老板淋糖水 下手轻一点 免得夏天吃冰消暑 却让肚子上的肥肉 多了好几圈 记得杨树王书宏高雄道 新北石定天后宫 五年一次迎妈祖的典故 原本是为了驱赶农作物的虫害 而现在希望能够透过宗教文化 带动更多人认识石定 放眼望去至深竹林中 这里是石定天后宫 能在山林间吸收芬多金 民众迎妈祖拜妈祖的历史 最早要追溯到143年前 以前这边种茶跟盗 有这个虫害 就是鸟干老女妈来驱从 现在就变成一个习惯性的 鸟妈祖 五年一次的姻妈祖 是石定深坑平邻三个地方的盛世 要借由宗教文化 带动周边观光 到石定老街吃好吃的东西 也可以泡好茶 石定老街都有 潺潺流水 石定因为进行鱼类富裕 西里生态也更多元 石定吊角楼在日据时代新建 还保有古早风貌 以合体稀石建盖石柱之称 商家就在河床上 而老街里的百年石头屋 更是不能错过 屋内是着石阶梯与墙壁 来到这一探人与自然共存的轨迹 记者周天藏新北市报道 接棒未来女子棒球队 勇夺了全国女棒锦标赛四连霸 将代表中华队参与第三届 亚洲女子棒球锦标赛 接棒未来女子棒球队 从台中获得全国女子锦标赛 冠军四连霸凯旋归来 女棒队现身魏全龙主场 在天母棒球场举行感恩活动 感谢魏全龙付出推手魏应冲 四年来的支持 让他们无后顾之忧 大家一个目标就是用成绩回报 要谢谢魏创办人提供了经费给我们 这个改变了台湾女子棒球的生态 在庆祝仪式上 接棒未来女棒队把冠军杯 献给创办人魏应冲 写卡片给他们心目中 最敬爱的魏霸 还送出冠军幸运球棒 希望将四连霸喜气带给魏全龙 出了感恩就是感恩 这些辛苦总是我没有白费 他们将代表中华队参与年底的第三届亚洲女子棒球锦标赛 也请大家一起来支持 接棒未来女子棒球队为女棒加油 记者周天祥 黄勤台北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